字幕志愿者 宁光音 焦点视频 殷先生玄学教室的时间 形光幕 见到殷先生在这里 各位观众 我们又见面了 殷 上一集 我们说过 李家超 先生下任特首的名判 紫薇豆素名判 相当之有趣 也值得参考 这一集 我找了一个老友的名判 命盘又是时候我们去学习 这个老友的命盘大家可以在《形光幕》看到 先说我经他同意的 不是偷偷地拿他的资料给师傅看 经他同意的 其一就是男士来的 可以问问师傅 请教客 从中大家可以学习 好的 随便 好的 师傅 这个命盘 在《形光幕》看到的资料 男士一个男人最重要是什么 修身齐家 治国也未必可以 平天下也未必可以 修身最重要 这个哥哥仔 我认识他的 你觉得他的人如何 如何 看他的命盘 尹尚 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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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光幕》里面 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命格格局 就叫做石中引玉 是 是 这个就是 巨门 坐在子宫 对着 天秦 一颗天机 在古代 这些叫做石中引玉的格局 即是说 一块玉石 很漂亮的玉石 隐藏住在泥土里面 的意思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怀疑 这个格局成不成立呢 因为 这位男士出生的时间 是 丁年 所以 他的巨门 就是发了忌 有人觉得 理论上 他这个格局 是不成立的 因为 这颗忌星 冲破了他这个格局 我不在此 详细和各位分析 细事无绝对 而且有人认为 这个格局不成立的话 那就 各有各的看法 但是 在我角度来说 他这个格局 是值得 有研究的地方 首先 石中引玉的意思 正如我刚才所讲过 就是 一粒很漂亮的玉石 在 埋藏住在泥土里面 是经过 要经过人生的磨练 或者去开作 或者去开发 才令到这粒 玉石能够 发出它的光芒 其实 即是说 等于是人生里面 他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是属于一种所谓叫做 大气晚城的格局 不失为 这位男士 都是一个 好的格局 欣Sir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经常 很多事 我记得上一集 你说过 李家超先生 他就是命公和新公 是同一个 但是 这个哥哥仔 他不是 命公和新公 又不是同一样东西 是吧 我看到 他那个 命主 就是 贪囊 新主 就是天同 这个 命主和新主 少少基本的 知识重温 命主和新主 代表什么呢 他现在的状况 又是等于什么 首先 我不在此分析 命主和新主 我以这位男士的 公委 来解释给各位观众 或者想有智慧 斗数的人 是一种非常好的例子 第一 各位会看到 这个名判里面 命公和夫妻公两个星 是完全不相同的 是 有一种意思在这里 就是 即是说 代表 这个人 的新公 是在夫妻公里面 就代表这位男士 是很着重他的太太的 是 意思就是在这里 各位如果有 是有 相同的 新公在夫妻公 你试一下 想一下 我解释得对不对 哦 那你就知道了 他很疼老婆的 对 对 是 绝对100% 因为他以人生的 所有的 角度 或者 就是 出发点 都是以太太为主 是 也都代表 他是非常非常 喜欢他的太太 嗯 嗯 特别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而且他这个太太 也都非常旺他的 哦 因为有什么旺 是不是 不是 他的太阴呢 是根本就是 代表 妈妈 或者代表太太的了 嗯 非常非常之幸运 他能够在丁田出生 这颗太阴是化了绿 嗯 而在古代里面 如果真是 一些 官患人家里面 很有可能 这位男士 是存到人的 存到一个 即是说 是 達官贵人的 女儿 嗯 而得到 大怯 是 有这样的意思 嗯 嗯 嗯 OK 挺有趣的 可以在一个 夫妻公看到这些 这样的状况 嗯 嗯 是吧 阿欣sir 那我又 请教一下 嗯 我看到 刚才你说的 新公 化绿 但他的命公 是什么 化妓 看到个妓字 代表他这个人是怎样的呢 哦 嗯 如果是化妓 在命公 有很多种解释 但是这个人 这位男士的声 巨瞒 是代表 呃 就是 语言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呢 有时 可以这样说 这位男士呢 呃 呃 在语言的技术方面呢 是比较上 有些少是 就是说 有时会讲得过火的 就是说错语 会讲得过火的意思的 ok 哦 哦 那 在千移公 我看到他有一个化妓 那通常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千移公化妓呢 有几种解释 要跟着一粒声来去解释的 那 他天璣化妓呢 也都代表了呢 他的头脑是很聪明的 嗯 而且呢 很识 正如我所说 像超哥那样的意思 是很识走位 很识走位 很识走位 很识捉不到 那条路 嗯 嗯 科者古代 叫做清白的意思 也都是比较上 不会说是那些 呃 呃 呃 人坚那类的意思 那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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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懂得變通, 無論是自己的特質, 或者是對外的特質, 也有相同的意味 一半一半, 有一半一半的意思 哦, OK 這條問題, 事主托我問過 其實他就說, 你知道最近移民潮那麼厲害, 他也曾經有考慮過 那你覺得他這個人是否適合呢 本來, 如果你的問題一定要, 要我給一個肯定的答案 其實呢, 在糾素方面的看法 你既然是化妓坐在命宮, 即是說你已經在出生的地方, 已經不是那麼適合你了 但是呢, 至於能不能夠適應外面的環境呢 你一定要, 將遷移宮一起擺賣來看的 那,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其實這個人, 當然, 一定是要, 出外才能夠有成就 所以, 離開只是出生的地方 你才有成就 嗯 OK 那, 又再學多些東西 在他的福德功, 福德功即是代表什麼 那他有個什麼法權 那有什麼好處呢 那, 福德功呢 福德功呢 是代表你的思想, 代表你的腦 哦 OK 那他坐在福德功那顆星呢 就是天同同天良 那 我都說這位男士最好的 能夠就是, 撿到他這個年份出生呢 他這個天同星呢 化了拳 嗯 本來呢 天同就是福星的意思 代表他這個人已經有福了 嗯 那如果他化了拳呢 就更加穩定 OK 那所以呢 就 天同 和天良呢 如果走在一顆星一起來呢 是有一種很獨特的解法 有些少 是比較迷信的色彩就是 這個人呢 前生呢 可能是一個信佛的人來的 嗯 哦 和修道的人來的 那就看看他怎樣 以現今的解釋就是呢 如果你天同能夠坐到福德功 這個人一定有福有受的 嗯 嗯 所以呢 很肯定他這個人呢 將來 無論他的大運怎樣的變化都好 一定會很長命很長命 這個是其中 天同在福德功 和天良在福德功的特色 是 是 OK 那 那麼 自身的東西 大概都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請教 我見到他呢 大號 我很多時候那些什麼生肖那些 都聽到 大號就是他花錢 花得很厲害 嗯 他是一個子女公出現了這顆星 那就是代表什麼呢 師傅 嗯 如果真是以字面上來解釋 大號 是代表消耗的那麽解 嗯 我們就絕對不能夠單獨用這顆星來解釋 哦 那所有他子女都是花他錢 那樣未必的 嗯 是要看看那顆 他在子女公裏面那顆 那顆主星的意思 那他 那些男士的子女公的星 就是天虎星 那天虎星呢 是一顆 比較上是 就是 也都是一顆財星來的 那只不過 天虎星的意思呢 在天虎裏面呢 你一定要見到一顆六傳的星呢 你才能夠 比較上是 適宜儲蓄啊 或者 和善於運用金錢的解釋 那但是呢 他真是 在 這個公位裏面呢 他是見不到 一顆六傳星 或者化六星 那代表呢 他這位子 他這所有的子女裏面呢 是比較上 不是那麽善於理財 嗯 所以再加上 這顆大號星呢 也都 或者真是可以這樣解釋 當如消耗了 他父母 很多錢 嗯 的解釋都是幾合理的 哦 他洗父母錢 就 很自然的事 是 這樣解釋 OK 欣Sir 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通常 我們可能 自學 或者初學 有些什麼 我們是最先應該做的 或者 有些什麼 的解釋方法 是一些初學者 常犯的錯誤 或者你可能在這個 盤那裏 看到的 例如 這個公位 出現了這些 很多人就會有這樣的看法 但其實是錯的 是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嗯 亦都 趁這個機會 在螢光幕前 就解釋一下 給各位觀眾聽 嗯 有很多人呢 就 就說 嗯 很有興趣 這些 這樣的玄學 命理的事情 但是呢 他們通常都犯了一個毛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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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古代叫做 望聞生意 就是說 見到 哦 好像剛才那樣 大號 那樣 就是花錢 就是這樣的意思 未必 那最好呢 當然我 就提議 一般初學的人呢 就 當然你最好 就能夠 一定 找老師教你 以及帶你入門 這個是比較正確的方法的 就是我反而不覺得 就算你幾好天分都好 就不會能夠 就這樣 你能夠自學 當然我不排除 有人能夠自學成功 但是呢 始終呢 都是你需要 能夠真是 所以 能夠 遇到一個 好的老師 帶你入門先 然後你才可以 日後呢 慢慢自己去 尋求你自己的解釋 是一個比較最正路的方法 千萬不要真是 所謂 望文生意 因為 糾素呢 就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呢 它有文字去解釋 而子平八字呢 就是 大部分都是 一些天幹地資 所以 所以呢 在 糾素方面呢 我覺得呢 是值得 一般人去 比較上 是 參加一下答案 比較好些的 嗯 OK 那麼 其實 大家都知道 恩 Sir 它是 有提供一些服務 給大家 算命 知道自己未來的 運勢是怎樣的 所以大家 如果有興趣 想知道多些 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那裏 有一個恩 Sir的 電話聯絡 可以請教一下他 好啊 如果有機會 就 我盡量都將我自己 所學的 有機會遇到有餘言的人 介紹給他們聽 是啦 好 下一集我們繼續講講其他命盤 不如 好 下次再見 拜拜